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艾森 进来吧 大家好 我是艾森 很高兴认识你们 你好艾森 老师 我的座位在哪里啊 你的座位在那里 谢谢 嗨 我叫艾森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艾森 我是阿泽 欢迎加入我们的班级 嗨艾森 我叫 嗨娜娜 你怎么知道她的名字 我还知道很多关于你们的事 这话什么意思 你们要吃零食吗 谢谢 你不要吗 阿泽 没关系 我不饿 好吧 千万别客气 哦 那是竞技机器人的教程吗 是的 我知道很多关于你的事啊 阿泽 你是竞技机器人的高手啊 哇 阿泽 没想到你那么有名 阿泽 我在想 你能教我怎么组装竞技机器人吗 呃 我不太会教 不过你可以从网络上寻找视频 我就是看视频学的 阿泽 别对艾森那么冷淡嘛 我说的都是真的 没关系 如果我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问你吗 嗯 当然没问题 哦 差点忘了 和苏菲老师约好了见面的 那我们走吧 呃 等等 我可以一起去吗 啊 你想来 我也知道关于苏菲老师的事 他曾经是一名科学家 对吗 怎么 连这种事情你也知道 我也是正巧知道这件事而已 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事情 没有了 就这么多 我不清楚到底你有什么目的 所以呢 对不起 我们不能带你一起去 哦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一个私人活动 再见了 阿泽 怎么了 为什么你对艾森那么戒备 娜娜 我也不是故意这么做的 但是总觉得我们应该小心为上 你会不会想太多了 这种事情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妥当 这么说也对了 艾森 艾森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有什么事吗 我只想和你们交个朋友 只是交个朋友 但你不能在暗中跟踪我们 这么做是不对的 我只是想成为你们的朋友嘛 走吧 艾森 库齿 你在干什么 我在找我的棒球棒呢 你的什么 一个铝制的棒球棒 那是我的最爱啊 你是不是把它扔在柜子里了 我已经找过柜子了 艾森 你就不能帮我 艾森 你没看见我很忙吗 艾森 艾森 找到了 我的棒球棒 不 它现在是我的实验品 啊 什么 博士 快走开 你没听见博士在说什么吗 我的棒球棒怎么办 再买个新的不就行了 什么也没看见啊 别吵 那是什么 你的棒球棒变形了 库齿 变得越来越细了 我的棒球棒呢 竟 竟 竟然凭空消失了 到底怎么一回事 博士 我的棒球棒怎么了 对啊 那团烟雾是怎么一回事 不会是生化武器吧 不是 那团烟雾其实就是机器人 机器人 是上百万个机器人 能够把棒球棒吃掉的机器人 我没有看见啊 当然看不见了 它们是纳米机器人 我明白了 上百万个纳米机器人看起来像是烟雾 它们叫做新使者 能够分解物质 新使者 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钢甲人绝对没有方法将它们彻底消灭 那意思是 没有炸弹类的武器 钢甲人无法消灭新使者 但新使者会将它们吃掉 哈哈哈哈哈哈 完美的战略 简直无限可接啊 博士 立刻去把钢甲人找出来 让他们瞧瞧七使者的厉害 遵命 阿泽 苏菲老师的家不是这条路啊 我知道 我只是在绕圈子 希望艾森那家伙不会跟上来 是啊 艾森他真的有点奇怪 那是肯定的 我们应该摆脱他了 现在去找苏菲老师吧 什么 怎么会在这种时候 速战速决吧 嗯 嘿 哦 走 什么也没看见 可能是个陷阱 那是什么 看起来像是烟雾 有东西在损坏我的手臂 他们怎么了 一定是那烟雾作怪 是毒气吗 不可能 生化武器对钢甲人产生不了作用 维特 那烟雾很不寻常 你们必须远离它 阿泽 那不是烟雾 是纳米机器人 纳米机器人 一姐 来的正是时候 幸好大家都没事 谢谢你一姐 我们得想办法将他们打败 我要将他们全都粉碎 放假系统全部 装甲系统 传送 装甲系统 锁定 去吧 萨维斯 他们分散了 情况不妙 我们改变计划 要将纳米机器人消灭 除非我们有爆炸性的武器 类似炸弹之类的武器吗 我们没有那种武器呀 各位 艾森 你怎么又来了 艾森 喂 你想干什么 艾森快回来 太危险了 他在干什么 是时候见见其他钢家人了 去吧 什么 他竟然有钢甲系统 艾森 艾森 原来你也有钢家人 为什么不早说呢 这个问题嘛 不妨稍后再谈 先合力打败 莫克的机器人吧 没错 我们不会输 好 你一起将他打败 康夹系统 传送 钢甲系统 锁定 一达 转换到高爆模式吧 高爆模式 启动 是时候大干异常了 成功了 继续发射炸弹 没问题 那新来的钢甲人正在摧毁侵蚀者 立刻派遣援军 把钢甲人消灭 快 敌人的援军来了 我会将他们轰藏坟墨 目标司令 我不会让你有机会 让你们看看侵蚀者的厉害 发生了什么事 那那机器人消失了 应该是被炸弹炸毁了 不 我想没那么简单的 你打 是纳米机器人 他们 怎么了 难道是 没错 一定又是纳米机器人 我什么也没见到啊 他们一定是分开了 细小的就像尘埃一样 我们被攻击了 钢甲人竟然被云将打得无力还手 维特 检查你的身体 他们全身都是纳米机器人 我们得快想办法救他们 我可以制造电池脉冲炸弹 一举将纳米机器人毁坏 可是这样做的话 连钢甲人也会遭到损坏的 这 这可怎么办呢 糟糕 这下惨了 大家别慌 艾森 你能试试看制造有磁能的炸弹吗 磁能 应该可以 很好 好吧 将这一个 配上这一个 完成 钢甲磁能爆弹 传送 小心 发射磁能爆弹 seus 存在 磁能爆弹 成功了 伊达 将它们摧毁 好了 一起将它们打倒吧 伊尔斯 伊达 发射烟雾弹 明白 维特 准备攻击 明白 当甲系统 锁定 我们成功了 大家做得太好了 真是一场刺激的战斗啊 艾森 你去到苏菲老师的家吧 我们有好多问题想问你呢 艾森 这么说 你从小就和伊达在一起了 是的 苏菲老师 伊达来到地球的时候 我还没有出生 她一直躲在我父亲的玩具店里 等待我的出现 原来你们两个认识那么久 真令人感动呢 她是我认识最久的好朋友 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呢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钢甲人的踪影 就是因为这样才发现默克集团的黑幕 你们和默克集团的机械人战斗过吗 没有 伊达坚持在还没有找到其他钢甲人之前 不暴露行踪 但是 当我们知道默克正在和钢甲人战斗的时候 伊达就决定要进一步确认事情的真相 于是 才开始跟踪你们的 原来如此 你总算相信了 艾森 之前对你的怀疑 我在这里道歉 希望你不要介意我们没让你跟来 不会的 阿泽 我知道你非常小心 要是换作是我 我也会这么做的 看来我遇到一名知性的朋友呢 太好了 我们团队又多了一人 而且是期待已久的母气专家 我会尽全力帮助大家 有你在我们就放心了 好 人都齐了 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是竞技机器人 答对了 忘记了 大家边吃边听课 好主意 我也要